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艾奥科技 我是蒋正林 今天我将要拆我手上这一台 华为Mate XS 目前我们所有拆的机器都是我自己购买的 所以一定要等到发布 然后开售 我们再购买才能录制视频 所以视频上传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晚一些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这个机制我已经插卡用了一段时间了 我先把卡托取出来 卡托没有任何防水的措施 因为它这个机器本身就不防水 关机 开拆 每次这样掰的时候都有点后胖 虽然我知道它不会坏 但是还是有点那种感觉 后盖内侧是有缝隙的 因为在向内折的时候里面是会动的 如果用胶完全固定死的话 就没法折了对吧 我直接用指甲试一下 看能不能划开后盖 但是它下面好像有卡扣 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里有一个钩子 挡住我的指甲 外圈的胶非常的轻松 但在划的时候还是不要太用力 因为它每隔一个小距离都会有一个卡扣 划开四边的胶以后 并不能取下这个后盖 它里面可能还有很厚的胶 所以接下来我要用拆机片 因为这个指甲也进不去是吧 这边胶得很紧 应该还有一个大的卡扣 我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拆机片被挡住了 然后半天也卡不进去 最后用拆机片非常用力的才把它拆下来 拆掉以后才发现这里是一整排卡扣 这个卡扣是粘在后盖上面的 开始不知道 其实是要一起拆的 再拆这边就有经验了 还是一样 先用指甲把两边给它划开 用镊子看一下能不能直接翘起来 非常的紧 看来还是需要大力才能出奇迹 左边还有很多的胶 我们直接扯下来就可以了 两张后盖的背面都有大面积的石墨贴纸 木装后盖折起来好像也看不怎么出来 这个镜头盖来捏得比较紧 我可以先用拆机片 慢慢的从这个地方卡进去 把胶卡掉了以后 再用拆机片把镜头保护盖划开 这里划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要绕开镜头 如果太快太用力的话 可能会把胶推到镜头上去 或是被拆机片划上镜头 当我把四周的胶全部割开以后 还是没办法拿下来 因为它里面的胶实在是太厚了 我可能还需要借助一下刀片 这个胶实在是太厚了 这个胶好像不要钱一样 这个镜头盖的韧性还是可以的 很软 接下来把外圈的保护盒拆掉 也采用的是胶和卡扣的混合固定方式 这个外面它是圆的 你不加热的话还是有点难拆的 我这个拆机片都拆坏了 边缘也是有卡扣 慢慢的向外扯 哇 好紧啊 屏幕的边缘就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小心 接下来就是享受撕的过程 我先断电 再拆其他的 取下挡板 扣掉电池 这边还有一个电池 先要把这个盖板拿掉 这个小垫片不要把它搞丢了 盖板和屏蔽罩竟然粘在了一起 电池也被两条排线给盖住了 先把它们抠掉 再抠掉电池的排线 断电以后 开始拆箱头上面的护板 还有很多螺丝 注意啊 这旁边也有一颗螺丝固定的 没拆之前就不要硬掰 拧掉它以后 就可以拿下这个挡板了 这个护板是松了 但是上面还连着闪光灯 闪光灯的排线 现在又被这个盖板给盖住了 要先拆了才能拿下来 拆掉以后即可取下 这个闪光灯是用胶粘在这个盖板上的 应该用指甲就可以抠掉了 可以哦 拆这个锁扣先要把这边推进去 按键的下面是一个倒钩 用镊子把它夹下来 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里面应该是有弹簧的 确实还有两根了 直接放的话很有可能就飞出去了 它这个排线设计的比较有意思 主板通过一根排线 然后连接到副板上面 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里面也有管显示的 然后这边的主板也是经过一根排线 然后通过这边再连接到副板上 里面也有管显示 然后真正的显示屏的排线 在这个地方 就是屏幕自己的排线 然后这里是喇叭的一个排线 扣掉所有的排线 先取下这个小板 顺便还集成了卡槽 如果损坏的话 应该是可以单独更换的 但是应该也修不到 是吧 再拆掉下面的喇叭 这个喇叭非常的扁 因此看过上期视频的小伙伴 应该有听过了 如果没有看过 可以到上一期视频去看一下 喇叭下面的中框有开槽 底下应该就是屏幕了 这样敲 感觉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小的铁板 还挺硬的 再接下来拆相头 下面并没有胶 非常好拿 背面还有一个盖板 多一层保护 它摄像头里面都是带胶的 只有这个好像是可以拿下来 我们试一下 果然用刀片生讯一撬 就可以搞下来了 先把相头放一边 拿掉固定尾插的小键 这下面还有一颗螺丝的 再拆侧边的按键 这个侧键向上抠一下就掉了 开机键集成了指纹 外面的一圈是跟中框一体的 后面有一个塑料垫片 用镊子挑起 侧键排线的后面 也有胶和中框固定 稍微向前用力一点 就能推开了 再用镊子挑起即可取下 接下来取出主板 没有螺丝主板就很松了 哇 这个散热硅子真的好多 几乎整个背面都有 这些硅子可以将主板的热量 导到下面的铜管上来进行散热 接下来看一下主板 上面是一个逻辑部分 电源和CPU硬盘都在这个区域 往下转接的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些单薄 我们来拧一下 你看是吧 还是很明显 感觉挺软的 但是基本上也修不到这种机器 它也采用的是双层主板的设计 这个地方它预留了很多焊盘的位置 应该去装一些电容电感的 都是空的 没有出料 它的CPU和硬盘都是有带焦的 然后长存比CPU稍微会小一点 你看看这个上层 应该可以看得到 就比它窄一点 如果后期真的有修到的话 可能会稍微方便一些 毕竟你这个缝隙 看得会准一些 这是主板所有座子测量的参数 放个铁片给大家参考一下 不用说 听筒下面肯定也有胶 用镊子挑起 和喇叭对比一下 很明显这个差距 据宣传 这就是华为自主研发的 音翼式折叠脚链 先领下所有荷叶的螺丝 我试了一下 根本就拿不下来 我发现这个轴好像是跟这个屏幕 粘在一起的 有可能是为了保证 每次折叠的时候 这个边都能保证一个完美的弧形 这个铁链也很复杂 从这里把它掰开 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是有一颗螺丝的 想拆这个螺丝 你还必须要把这个盖板给它拿下来 但这个盖板它又不是用胶粘的 它是可以滑动的 这个地方 另外有一颗弹簧螺丝 下面是有一个倒钩 钩着它 你想要拿下这个盖板 还必须得把这个螺丝给拿下来 但是这个螺丝又被这个盖板给压住了 而且这个盖板设计的很狗血 你看这个焊点 它直接给你点焊焊死了 如果打成螺丝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拆掉 它这样的设计 显然是没有想让我们去换它 所以就直接把它焊死了 果然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设计 是吧 由于这个机制 我是要拿来自己用的 如果强行把它拆掉 很有可能会坏 所以这里我就先不拆了 电池也并没有设计易拉胶 但这种情况你稍微加一下热 用链子的头去撬也是可以撬下来的 但由于这个机制刚才也说过了 我要自己用的 所以就暂时先不拆了 放过它 接下来拆这个振动 这个振动有点小 它这个振感不是很明显 用刀片轻轻卡进去 好 下来了 机器的内部就是这样子了 那么接下来我要把它装回去 因为我还要用 先从听众开始吧 装完以后发现屏幕有一点变形了 因为刚才我不是想拆链链吗 然后发现链链跟屏幕在背面是有胶粘着的 然后我用力拽拽 可能把胶给它拽脱了一些 现在导致它不是在一个平面的 有点浮形了 然后我在折叠的时候 发现它屏幕这个角落就是有点厚 比原来的要稍微厚一些了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两边是扁平的 然后中间稍微有那么一点凸起 你按压的话有感觉的 就好像有点大肚子 当然如果你不仔细看也并不明显 正常使用没关系 不影响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 装完以后我发现这个屏幕有点变形了 因为刚才我不是想拆这个 这叫什么呢 这叫 脚脸 脚脸 脚脸